这个物价不断的上涨给台湾带来的 就简简单单就是生活的压力嘛 当然不止这些 台湾的这物价上涨 同时进一步的加剧了台湾的社会贫富分化 而一旦物价上涨过快 它受伤最为严重的是那些中低收入者 因为虽然说物价上涨全民都承受一定的压力 但是高收入者 他往往他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 他涨这点物价 他能够用他的收入来进行弥补 而那些长期以来面临高失业率 薪资停滞的中低收入者 他面临的生活压力就非常大了 在薪资部长的一种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一种贫者欲贫 负者欲富的这一种状况 当然这个问题背后反映的是 民进党长期以来缺乏这个治理能力 因为我们过去讲 民进党它是一个选举型的一个政党 它擅长选举 擅长文宣操作 但是它缺乏治理的一个能力 这一波面对不断上涨的一个物价压力 民进党始终拿不出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这种执政能力的一个缺失 我想未来随着实践的推移 一定会在台湾的名义当中 找到一个宣泄口 这个宣泄口 有可能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局 也有可能是2024年的一个台湾地区大选